好 另外我们在您看到呢 国内的疫情部分 年后群聚连环报 首先聚焦在新北市 就在时候这一天 新增17例的确诊割案 当中细止区 可不可手摇引电的女店员 她被列为的是 案19492感染源不明 这名确诊割案 她已经接种过了 两剂的疫苗 三后出现咳嗽 九后的时候呢 前往医院裁剪披萨是阳性 她的CT值只有21 收集在专责病房隔离治疗当中 新闻卫生局紧急匡列的 所有的相关接触者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 今天受访的时候就证实说 经过连夜的裁剪 昨天有一个是快筛阳性 今天确定是披萨阳性 证明同事在春节期间 她是有南部的旅游室 所以证明个案的感染源 会列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 感染源还在疫调厘清当中 新闻卫生局也针对 多了这么多名的确诊个案 发出了2063份的提醒简讯 公布最新的公共场所确诊的足迹 这些足迹涵盖在捷运的北车站 采建行手摇引店 还有全联好适多等等的大型卖场 环保局人员朝店家喷洒消毒液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因为可不可熟成红茶 细纸中心店 目前已经累计两名员工确诊 十号公布的确诊员工案 一九四九二 从除夕到初三都有上班 休了一天假后 初五初六和初九 又上了三天 可能的感染期 几乎都在工作 新北市府扩大匡列相关接触者 新北有十二人 台北则是十五人 其中新北的一名同事 已经证实PCR阳性确诊 现在饮料店一家一家开 民众排队等候轮流点餐 但多数人为了贪图方便 根本不会拿出手机扫食炼制 店家门口的QRcode形同虚设 这样会不会导致疫调上的困难 新北卫生局回应 来饮料店的都是买了就走 也不会脱口罩饮食 所以采取公布确诊足迹的方式 鼓励优趣消费的民众踊跃裁减 可不可惜指中新店 两名员工确诊 停业十四天环境大清销 会不会继续扩大传染 感染源从哪来 谁传给谁 都是现在持续追查的问题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